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看的企业越多就越能领悟到白酒的好 别的不说就没有库存这一特点 便足以傲视整个大消费行业 毕竟没有谁能保证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 就一定可以卖得出去 几乎所有的行业企业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库存难题 典型如近两年的服装业 深州国际全球最大的服装袋工厂 就在2023年初的投资者交流中说道 今年上半年是建厂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整个品牌服装行业库存问题严重 无论是国内品牌还是国际品牌 并不是疫情结束了就能完全回归正常 小米的利润率如此低 之所以有这么多加盟商还是愿意加盟做小米之家 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 小米把加盟商的库存拦在自己身上 只有卖出去的货才算加盟商的 没卖出去的货就算小米的 小米如此 海澜之家也是如此 正是因为可以替加盟商扛库存 加盟商才乐于加盟 而白酒行业的变态之处就在于 它压根不存在库存这一问题 别的行业都是存货越久越不值钱 白酒却不同 存货越久 反而越值钱 我们有时候会看见白酒的去库存问题 其实只是经销商的现金流问题 并非这个库存 就真的不值钱 只要相应的白酒企业暂停发货 或者少发点货给经销商 过不了多久 库存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而且 白酒企业们其实还会有意识地 储备不同等级 不同年份的基酒 为将来酿造不同等级品质的酒打基础 所以 白酒行业真的很变态 可以说 是老祖宗赏下来的饭 不过 在大爱这么多行业中 除了白酒不存在库存问题外 其实还有一个行业也不存在库存问题 而且 其产品也会随着时间增长 变得更值钱 增值跑步赢高端白酒 但一定可以跑赢通货膨胀 这个行业就是珠宝行业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虽然黄金的走势反反复复 但如果 站在超长时间周期来看 它就是持续上涨的 并且涨幅还不小 为什么这张图的金价 是从1971年开始计算 因为自1971年开始 美元才和黄金脱钩 黄金才拥有自己的价格 即便剔除2020-2022这三年 有点不正常的年份 黄金因避险情绪大涨 在1971-201948年间 黄金的年化复合回报率 也高达7.8% 跑赢绝大多数资产 所以 懂了吗 为什么所长说 珠宝行业也同白酒一样 从理论上讲 它是一个没有库存的行业 因为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重珠宝 由于供给有限 长期就是越来越值钱的 即便珠宝行业加工的首饰有 过失一说 但也完全可以将过期首饰 回炉再造 变成新的流行首饰 因此 同白酒业一样 他们也只有现金流压力 没有库存贬值压力 长期而言 只要相应企业 能做到让现金流持续 保持健康 控制好财务风险 就可以是一门非常好的 长期生意 在珠宝行业中 周大升并不是龙头 就门店数级中端零售 份额式战略而言 周大升大约排在第三名 但周大升却是 Top3企业中 资产负债表最好看 经营性现金流 一直为正 业绩增长持续性 也最好的企业 因此所长更愿意追踪周大升 而不是排在他前面的周大福 老凤翔 之所以周大升的表现会更稳定 负债表也更漂亮 核心原因就在于 他更多选择了轻资产的运作模式 像周大福 老凤翔都是自行采购 设计 生产 销售 周大升则几乎采用外包 他的生产全部外包 设计部分外包 塑金类 没有香榭宝石的贵金属手势 面向加盟商的产品 也是由指定供应商提供 按周大升指定的产品和标准 进行供货 加盟商同供应商自行结算货款 周大升在其中 收加盟费和品牌使用费 只有涉及到香榭宝石的香榭类手势 才由周大升直接向加盟商供货 总体而言 周大升的生意模式 更多在于资源整合 比起周大福 老凤翔什么都自己干 资产会更轻 整体经营也会更灵活 从上途里的生意模式 书里不难发现 周大升最核心的业务 其实是以钻石为代表的 香榭类手势 黄金加盟商 直接找指定供应商 只有香榭类才会找周大升 事实也确实如此 长期以来 周大升的产品定位 都是以钻石为主力产品 黄金为人气产品 如此定位 一方面可以和周大福 等早几年成立的企业 形成差异化竞争 另一方面 钻石类产品的利润 会更高一些 其自迎门店中 钻石类毛利在60% 黄金只有20%左右 为了自己的拳头产品 公司还专门在2013年 独家引进比利时 Tokosky家族发明的 Law 100星座极光 百面切工钻石 是目前全行业中 唯一拥有 百面切工钻石的珠宝品牌 咱们通常见到的钻石 都是57或58切面 切面越多 亮度越高 正是这款产品的出世 让公司的辨识度大大提高 一直以来 公司的营收结构 也是以钻石为代表的 镶嵌首饰为主 不过 自2020年起 黑天鹅事件频出 金价飙涨 金价的大涨 对黄金饰品 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因此 到2021年 公司干脆顺应市场的需求 将自己的战略调整为 黄金为主力产品 钻石为核心产品 于是到2022年 公司的营收 几乎变成了 以黄金为主 到2023Q1 镶嵌首饰的营收占比 从曾经的大半边天 跌到了5.36% 毫无存在感 因为黄金的毛利 大大低于钻石类 在2021年后 公司出现了毛利 净利率快速下滑 利润跑步营营收的情况 此前的2018至2020 都是利润跑赢营收 毛利逐步上涨的 不过 由于到2023 钻石的占比 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后续的毛利 净利 后续有望触底回升 后续利润大概率 又将会跑赢营收 223Q1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这样的信号 公司一季度实现收入 41.2亿元 同比增长49.65% 实现归母金利润 3.65亿元 同比增长26.06% 双双同比大幅增长 且利润和营收 同比增速差距缩小 别看近几年的黄金热 好似让周大升赚到了 黄金产品卖得非常好 好的让曾经的钻石 都已经毫无存在感 但其实近几年 周大升是受损于疫情的 首先 虽然黄金产品大卖 但公司的钻石产品销量惨淡 而钻石的利润 大大高于黄金 一正一负抵消 造成其2020-2022的业绩 整体而言并不大好看 2022对比疫情前的2019 营收虽翻了一番还多 利润却并没怎么涨 直到2023Q1 利润才开始重回增长的 事态钻石下滑的影响 消化完了 其次 三年疫情期间 其实对公司的门店扩张 非常不利 一方面关店数量 大大超越往期 另一方面 开店数对比2019 也下滑不少 好在公司近几年 电商端增长不错 才一定程度上 分担了部分 来自线下的压力 不过 线上也是买黄金的 会更多一些 毕竟线上花大价钱 买赚的还是少 因此 展望2023 一方面 公司的线下开店速度 有望加快 按照公司的投资者交流说法 今年门店应该能超过5100家 2025年 朝着7000家奋斗 另一方面 随着风控结束 经济好转 大家进店的次数增长 其高利润的钻石类产品 销量有望回升 叠加宏观大环境 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的黄金饰品 有望继续发力 毕竟同白酒一样 绝大多数终端消费者 都有点买涨不买跌的心理